这个达尔文一百六十多年前提出来理论 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 对吧 他人家也是想给大家一个说法 可是现在这么有理性 科学这么发达 人类的各种基因诊断的 然后分子这个水平这么发达的 现代科学人类 科学脑 面对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推理逻辑 那不质疑都很奇怪的呀 其实因为近期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原因 科学家也把进化源挖出来谈 关于进化论这个理论 是怎么样被科学家发现的呢 说到这里 我们就也是来说一说这个进化 就我们讲了这一年多的病毒变种 其实都是基于达尔文的 这个进化论的假说 他的这个假说就是 他所有的病毒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后面的病毒是由前面的祖先 进化慢慢的渐进式的演化而来的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自然杂志的文章也发现 其实进化论 它不能解决病毒演化的这个基本的时间的问题 存在一些漏洞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 我们说进化论是一个假说 它实际上就是在19世纪1859年 达尔文这位生物学家 他当时为了解释地球上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生命的起源到底是哪来的 从哪里发生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他提出来的一个假说 他有一个手稿 然后写了一本书叫做物种起源 而且他写的时候他也说 这个只是他提出来一个假说 需要后人进一步的去验证的 也不是一个真理 也不是公理 他这个假说有几个核心的要点 首先第一就是共同先祖论 什么意思呢 就所有的生物 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 然后一个单细胞 然后慢慢慢慢地演化到多细胞 然后再到各种动物门 还有植物 还有针菌 细菌 各种界 然后再到门缸木 克属种 就像一棵大树 最早是一个根出来的 然后生出很多的枝杆和分叉 这是一个核心的理论 共同先祖论 然后呢 还有 由这个共同先祖论 它引申出来一个重要的假设 就是一个生物可以从一个物种跳到另外一个物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它的一个假设 它是通过自然的选择 选择生存环境给它的压力 给这个物种带来的压力 然后适应这个环境的就生存下来 不适应的就淘汰掉 就是说强者生存 弱者淘汰的自然选择的一种概念 这个就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假设 第三个 就是基因的突变 就导致了这个物种进化的一个可能性 后人又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这个基因 又把它融合到这个突变里面去 就是所以有现在的这个病毒的这个进化术的理念 就这么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说这个共同祖先的这个理论 那比方说就是人们最常听说的 就是人是猴子演变过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说法 更严谨的说法是说 现在的人和现在的猴子 它是有一个共同的先祖的 我们叫它猿人 或者是始祖猿人 或者是原始的猿人也好 就是说原始的一个像猴子又像人的一个动物 叫做始祖 那通俗的讲就是说按照达文的这个演化论 人类最早从植物到动物 然后再到这个始祖猿这个猿人 然后再慢慢的进化到现代人 我们学术上叫制人 其实在中间有很多的环节 我们想一想猴子是在树上栖息的 对吧 在树上经常跳来跳去的 在地上是爬行的 然后人是直立行走的 人是有智慧的 那至少猴子和人 它之间在骨骼这种架构上 还有肌肉 还有这种大脑 这个大小 容量 还有思维的结构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那这些不同 那对应在这个基因的层面上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环节 那猴子不可能一天变成人 对吧 那一定是根据达文的进化 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 慢慢演化的 那既然是慢慢演化的 那中间的这些物种 在圆和人之间的 这个中间的物种 应该在历史上能够找得到 但是呢 现在的考古学家呢 就是往往就是发现不了 这些中间的 这个演变的 这个中间物种的化石 那既然是这个成绩 考古学 它也不是有选择的成绩的呀 所以呢 就是说在考古学上 其实就是缺失了 很多的重要的 不光是从圆到人 包括其他的生物 也都缺失 这些中间物种的这些化石 Lucy呢 实际上是1974年 在东非发现的 被人们认为是 猿人祖先的残骸 它实际上是一些化石 它曾经被认为是猿人的始祖 但是实际上 有很多科学的家 对发现Lucy之后 他就对这个Lucy的骨骼 结构 还有各种方面 进行了一些鉴定 比方说 西澳大利亚大学 解剖学和人类生物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和英国 博明汉大学的教授 三个大学的教授 他叫Charles Oxnard博士 他在1987年 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 一本书 这个书名叫 《化石、牙齿和性》 人类进化的新视角 这个书中就写到 他认为 他的结论是 经过他的调查研究 认为这个Lucy 其实跟人类的祖先 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只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原类 它叫做南方古猿阿法种 猿猴和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其实骨骼的形状就应该看得出来 比方说他的膝关节是弯曲的 直立行走的人膝关节是直的 可是从Lucy发现的骨头上看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弯曲的结构 另外就是手和脚 这个骨骼 猿猴和人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猿猴一般都是弯曲的 然后人是很伸展的 很自如的 所以通过这些简单的解剖学的 这些证据 就发现它是一个猿猴的骨架 跟人没有关系 另外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也做了相似的见地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比方说纽约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解剖学家 杰克·斯德尔和兰德尔·苏德曼 这里有一篇文章 他们发表了文章 他们也写了书 这篇文章的结论和书 基本上是相似的 他就发表了他对Lucy的研究结论 这个南方骨猿阿法种 也就是Lucy的这个学术的名称 他的手和脚根本不像人类的手和脚 它更像是一种 在树上栖息的动物的骨架 说白了也就是猿猴的骨架了 那尽管Lucy是受到争议的 科学家提出了质疑 但是其实人们在公共的场合 还经常看到Lucy的这个展览 还把它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形 所以这就是让人混淆的原因所在 其实跟Lucy相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比方说这个皮尔敦元人 他是1908年到1915年 在英格兰被发现的一个 也是被声称缺失的 这个猿人始祖的一个化石 40年之后科学家就把它鉴定了一下 发现这个它是由猩猩和现代人的骨骼 拼凑成的一个宴品 这个被英国BBC电台称之为 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局 然后再就是爪哇人 它是1991年被发现的 它也是一些长海 发现一个头盖骨 还有一根骨骨 还有三颗牙齿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也是被来自不同的人 或者猴子的这个骨头拼凑起来的 最后人们把它拼凑成说它是爪哇人 然后还有内布拉斯加男子 它是1922年最后被证明 它的这个骨头来自于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猪 另外还有北京人 北京人是1920年到1930年 中国北京的周口店发现 当时很轰动 就说它是直立人 是人缘的始祖的 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证据 还说它改写了这个什么什么进化石等等 但是呢 它其实也是一些骨头头骨的碎片 还有牙齿等等 人们把它拼凑起来的 严谨的科学家最后就做了 它的头骨的大小的鉴定 发现这个北京人的这个大脑啊 非常的小 不像是人的大脑的这个容量 更有可能只是一只猴子的这个大脑壳而已 所以呢 总而言之啊 这些曾经被人们深称为 是人类始祖的许多化石 其实都是一些骨头碎片 拼拼凑凑出来的东西 科学逻辑上是完全不靠谱的 我们知道现代生物学要做实验 需要基因 蛋白质 不光是结构的表达 要证明是正确的 要提出一个理论 而且还有功能的这个验证 还有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做完了还要做人的实验 那要做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做不完的实验 而且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人家还要打问号觉得你这个实验没做完整呢 所以说这现在的严谨的科学家 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一个被几块碎骨头拼起来的一个碎片 造成的一个故事 然后就能认可 人是猴子变来的这个 这么重大的一个命题吗 所以真的是这里头是有问题的 而且说黑猩猩跟人基因有99%的相似度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这个99%是基于基因中能够编码的那一段 测序比较出来的 但是基因中还有很多的非编码区 把那些非编码区整个的考虑进来 那就根本不是99% 最多只有70% 所以这个而且基因的相似度只是一个层面而已 它并不代表人和猴子猩猩之间有亲戚关系 这个达尾160多年前提出来理论 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 对吧 他人家也是想给大家一个说法 所以提出了这个理论 可是现在这么有理性 科学这么发达 人类的各种基因诊断的 然后分子这个水平这么发达的 现代科学人类科学脑 面对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推理逻辑 那不至于都很奇怪的呀 然后在第三点 我们就通过基因突变 产生新物种 从一个物种演化到另外一个物种 从理论上去推呀 要经过漫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物种之间 它基因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吧 那一个一个突变突变出来 大部分突变是随机的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有非常小的概率 才能产生一个有意义的突变 而且呢一个有意义的突变 存活下来能够保存下去 还得要克服很多的这个小概率事件 有科学家计算过 如果说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外一个物种 它需要多长时间呢 10的97次方年呢 但是人类的宇宙现在存在有多少年呢 只有200亿年 10的12次方 所以中间缺了85个零呢 10的85次方 这么多年 宇宙没有时间去等待 跟这个理论很契合的 还有就是这个生物大爆炸的一个发现 现在考古学家发现 寒武剂这个生物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爆发 根据进化论来推演 那一个一个生物 一个一个物种 慢慢演化一定是渐进式的 就是左边的这条曲线 对不对 那可是寒武剂 就是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曲线 真实的情况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 它的寒武剂之前 只有很零星的一些生物 但是到了寒武剂那个时代的化石 突然一下子爆发出50多个门来 这只是门 到总就是成千上万的了 所以呢 它是一个巨变式的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好 用进化论来解释的 中国的这个沉江的这个化石生物群 也证实了寒武剂大爆发 所以不同的地方 都是有相似的一个结论 这个生命是一个突然一下子出现的 然后另外呢 最近呢 就是在人类进化杂志上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是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 共同发表的一个研究 就是对500多万个 来自于十几万的地球上的物种的 这个DNA的一个片段 我们知道我们进超市都要扫码 对不对 每一种商品它都有它特征性的一个二维码 我们人啊 不同的动物啊 它都有它的一个特征的二维码 在线粒体基因里面 然后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地球上不同的物种的 它的这个DNA的二维码 就发现根据它们之间的这个这个变异度的这个比较推演出地球上现在所有的这个物种基本上都是10到20万年之前演变出来的 所以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研究的数据就给人们一个思考 换句话说以前的理论是大家提出来的理论 然后但是呢 现在科学慢慢地发达 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更多的一些证据 就是说对这个理论提出一个质疑 也是非常合理的 感谢观看